是一样的感觉的 这一眼也说他跟天心两人只是好朋友 你看看 你看 我今儿个所有装备我都准备好了 我准备去查个水落石出去 这样哦 这望远镜是要做什么 这要观察他们嘛 你不能靠在近啊 站着远约来 你用这个望远镜就好好的观察他们 这样子 啊 镜子呢 哦 这照相机呀 这要是他们俩有什么预举的行为那不行 我拿着照相机啊 我冲进去我就拍照纯正去 哦 对对对 这支给文青是买 这个 要是他们俩这有什么预举行为的话 我拿忍得住 我马上冲进去用这个肩膀胆子 好 扁来出小子一顿 是不是 哎呦 王姐 你真的好不愧是警戒之光 你这样整周都传好传变变 真的很糟蹋 没事了 只是这 这百蜜啊 终有一书的 我一个人我我也没办法把这事搞定 不然你这样 你 我 咱们俩一起联手来查案啊 你看 如果呀 我们谁发现呢 是你 你的女儿 是我女儿他们的好朋友 变成男朋友的话 我们好互相有个照应 是不是 哎 要是他们这变男朋友的话 我一 我 我 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对 好 没有问题 我答应你 真的 我们一人为对 好 来 我懂了 对 要转 来 别别别别 好 这样 乖乖 乖乖 相当好 有点为定 好 老许大 谁帝来给您请来了 这里 那边 相当好啊 这个是不是那个 民政警戒 因为这表现太突出 被长官派去台中支援 那位陈民长警员 来啊 怎么样 这还顺利吧 托您的福 任务顺利完成了 相当好 相当好 我一回家就来看您 那行 顺便把这名产 送给我最尊敬的前辈 这是干什么呀 我 我们 阿姨 你这 好好好 那我就收下来了 谢谢啊 别谢 来 坐 坐 谢方波 没事 我 我正在这摘菜 待会儿弄晚餐去 我之前执勤的时候 每次吃冷便当 就想到方波和我妈煮的菜 是吧 光想到我口水直流 还有 不是 这 这可真巧的 我呢跟你一样 这是刚好相反 我呢 是这样 每天做菜 每天做菜 这不管这菜啊 煮得多么入味 我这舌 舌 舌舌啊 总记得了 这以前吃那冷便当的味 可惜啊 没机会得吃冷了 方波 嗯 您是人退休了 新孩子坚守岗位 就是啊 也还好啦 这 向妈妈呀 跟倩倩啊 开了家卡拉OK店啊 没事呢 就让我过去帮他们跑跑腿啊 帮忙忙什么的 这日子也 也算可以啊 这 不过啊 这比起以前那个警察生涯啊 这真是 这会儿的生活 就像白开水一样 没味道的 平等也不错啊 什么 还是 您怀念以前的 抓歹徒 光剑的自接日子 不不不 这免了 免了 那也那太刺激了 这我这会儿啊 年纪一大把了 那 那时候的日子啊 就像那高粱一样 太刺激了 不行 我呢 就没事儿要听你当故事说说 我听听Google的就算了 其实 我熬过了之前那个卧铁的日子 我才真正体会到 方波长和我讲那种 老家为民的使命感 我想要尽我最大的力量 尘尖除二除暴安良 我想知道我的力量能到哪 相当好啊 我说平常 我说真的 你的能力啊 比方北北强太多了 方北北强气 你绝对啊 拥有比你自己能想象的力量 还要大的力量 加油 谢谢王普利 可不可以加油的 相当好 对了 公公 延安不在 他不在啊 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来 他 他呢 把那咖啡厅的工作给辞了 跑去当人家什么摄影师的助理 成天往外跑 真是的 那他什么时候下班 我陪你聊聊天 顺便等他吧 哎呦 这平常我说呀 你陪我聊天我很高兴啊 肯定要等他呀 算了 别等了 他呢 有的时候呀 这一大清早就出门了 要到晚餐的时候才回来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回来啊 他直接到学校上课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不是这工作很奇怪啊 这太阳下山没光了 他说他们拍什么呢 这乌气麻黑的 我说呀 这方以安怪怪的 这当中啊 必有习俏 有习俏 您是觉得以安他 我是觉得这方以安呢 谈恋爱 不会吧 您不是常和方妈妈 给他耳提面命说 没毕业之前不能谈恋爱 他应该不 不是 这方以安呢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这你跟他说十句话 他这个七折八扣 能听进去三言两语 那就不错了 是不是 所以 您知道他的对象是谁吗 这 我猜的 应该是樊天琪 天琪 方波 您多想了吧 我知道的天琪和遗安只是 好朋友 啊 不不不不 我说呀 这警察说话要凭证据的 我 我可以举证的啊 你看 这阵子啊 天琪常来找我 这说得很好 今天说 方美贝啊 陪你下棋啊 陪你聊天啊 可我每次到最后呢 他跟方以安两人总是一起出去了 这遗安呢 全身上他打扮得真漂亮呢 啊 还有 还有一次 我 我们在那儿吃饭 你知道 这方以安从小到大 他是不吃苦瓜的 是不是 你知道的吗 我知道 翻天琪啊 两句话 方以安 吃了 你说是 这这中心是不是有问题 朋友 好朋友就知道 其实天琪他 人也不错 是啊 这这天琪是好孩子我知道 可是这不行吧 这规定就是规定啊 这周老师规定了 这这毕业之前不能谈恋爱 是不是 来 平常 这你你你跟这个遗安啊 从小青梅猪马长大了 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这翻天琪的事 没有啊 我们最近各忙各的 我也好久没看到她了 对对对 这说的也是啊 不然这样 你啊 如果有空的话 去跟那个玉婷聊一下 她们是姐妹嘛 你你从玉婷那儿探探看看 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呢 啊 方伯伯 您要我去打探 你安的隐私 这样 不不不不是 也也也不是什么隐私呢 你就 就是一个 父亲嘛 就关心女儿嘛 这你 你帮帮我 好不好 你就当帮我个忙 这不为难吗 啊 好好 我知道 好 好 行 那行 相当好 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好 嘿嘿嘿